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秋葵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清脆酸母 而且营养不流失 首先 锅中水烧开 倒秋葵 加一烧盐 和少许食用油 煮过两三分钟 煮熟捞出来 放冷水蒸过凉 记住啊 一定要冷水 这样骨盆直起来啊 会更脆 而且不容易发黑 然后切去头部 再段半切开 我每天都分享 一个家人美食 麻烦你锅里面小鸣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通晚中放蒜末 葱花 红椒丝 拖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白朵汁 这个白朵汁 是大厨给你比例调制好的 给它做白朵虾 清中鱼 白朵葱菜 都非常好吃的味 给它搅拌均匀 淋在秋葵上 就可以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秋葵这样做 可比大鸣大肉 好吃多了 你也咋地四郎 坐下来吧